大家都喜欢吃的可乐鸡翼 首先将鸡翼用盐和生粉散透 腌它10分钟 10分钟之后将鸡翼用清水洗干净 记得用手炸透 让它冰冷水 散掉鸡翼的棉豆浸油 接着倒起它 再用手揉它 然后用处风纸缩干水 锁干水之后 我们拌入咸 生抽 再加柠檬水 拌匀 再用生粉 拌匀 拌匀 10分钟 拌好之后 我们起锅 将鸡翼放入 慢火 慢慢煎到金翼式 然后再反转 再煎到另一边 由金翼式 接着我们将准备好的姜 蔥 8个香叶 最后 加入柠檬 然后 蘸酒 蘸好之后 再加河酪 加到刚刚浸过 鸡翼 就够了 接着放适量的盐 让它入味 再放冰冻 吸量 盖上 收慢火 烬火 10分钟 十分钟之后 将内边的佐料 夹出来 然后 大火 收汁 這樣一個可樂雞肉就可以了 想點我們可以放些蔥絲和芝麻 這樣一個可樂雞肉就大功告成了 正!